第157章 凌晨 面色惊骇 林峰的心中也满是不可置信 虽说在林氏宗族年轻一辈中他算不得什么顶尖之人 但也绝对不是庸人之辈 可眼前的事实确实告诉他 面前这位看上去比他还是要年轻的少年 实力确实超过了他树筹 一旁的那林墙二人望着那几乎是跪在林洞面前的林峰 心中无疑是泛起了惊涛骇浪 不过悬在脖子上面的锋利长剑 确实让得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动弹 林洞面色漠然地望着那思思抵抗着精神威压 想要站起身来的林峰突然脚步轻轻垮出 随着林洞一步垮出 那股压在林峰身体之上的精神威压再度变强 后者当下面色便是涌上苍白之色 整个身体都是直接被生生地压趴在了地面上 那般模样极端的狼狈 混账东西 地面上的泥土粘在脸庞上 林峰脸色几乎是在瞬间胀子起来 丹田内浑厚的原力疯狂地喷涌而出 而也就是在此时压在他们身体上的精神威压 却是突然地凭空消散而去 那种一击不中的感觉让得林峰郁闷到吐血 精神威压散去 林峰激烈地咳嗽起来 林洞默然地瞥了他一眼 手掌一招 那悬在林强二人脖子处的冰悬剑便是掠回 你们对我教导武学很有意见 林洞偏过头看向林强等人 淡淡地道 被林洞目光注视着 林强二人浑身寒毛都是倒树了下来 他们惊惧地看了林洞一眼急忙摇头 连达到小圆丹静的林峰都是被林洞压得毫无还手之力 若是林洞要对付他们 连手都不需要动 恐怕他们就是得跪在地上冻残不得了 他娘的 这芬家怎么出了个这么个怪物 他这实力恐怕都只有让林允大哥才能收拾了他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皆是看出对方眼中的一抹震惊之意 几位若是无事的话便先请离去吧 林洞看了看面色极端难看 从地面上爬下来的林峰随意地说了一声 然后便是走回广场 淡淡的声音传开 继续修炼 是 听到林洞的话 所有林家小辈都是亢奋得整齐硬鹤岛 看向前者的目光越发的黄热 林氏宗族这在他们心中一直都是格拜强大的存在 然而今天林洞用事实告诉他们 所谓宗族也并非是不可战胜 林峰哥 见到林洞转身而去 林强二人这次敢过来扶住林峰 面色有些苦涩 本来他们是想四处转转 在这些他们认为没多少见识的分家小辈面前显显威风 但没想到威风没显成 脸倒是丢了不少 林峰面色清白交替 狠狠地甩开林强等人 目光阴狠地盯着林洞的背影 然后便是转身而去 走 找林晨大哥 听到林峰那阴冷低沉的声音 林强几人眼中顿时涌现大喜之色 急忙地跟了上去 林洞坐在训练场上 目光飘了一眼林峰等人远去的背影 眉猴再度微微照起 对于这些林氏宗族的人 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 虽说都是姓林 但双方的血缘关系 恐怕已经淡到了近乎没有 此次林氏宗族也是为了古墓府而来 不知道究竟派出了多少强者 林洞若有所思 看来古墓府的诱惑力的确不小 连林氏宗族这等势力都是被吸引了过来 不过这样一来的话 想要自其中捞取好处的机会又是变小了一些了 有些无奈地轻叹了一声林洞甩了甩头 将此事暂时地按在心中 此次就算是为了解决清潭的煞气尸体之苦 他也是得去一趟古墓府 至于那极为珍喜 足以引发大战的菩提心 那就得开运气了 反正以林洞本身的实力 再加上小雕相助 只要不是遇见踏入跨行径的强者 应该都是能够应付 在林洞收回心思 继续指导着众人修炼武学后 大约半个小时 一道倩影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林小姐 怎么了 望着那跑来的倩影 林洞一笑 问道 爷爷让你去大厅一趟 林侠拍着胸口喘了几口气 然后突然道 你是不是把那几个 从林氏宗族来的家伙收拾了 怎么 他们去告状了 林洞随意地笑道 告状的没有 不过倒是有点 像班旧兵的样子 林侠眼嘴轻笑 宣祭脸颊正色了一点 道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林氏宗族来的年轻宗族来不少人 大部分是年轻一辈 以你的实力 类似那林氏宗族来的年轻宗族 然后站起身来 静止对着客厅所在的方向走了过去 林侠连忙跟上 而见到两人跑了 训练场上的其他那些小辈也是停下来修炼 直觉告诉他们 接下来的事情恐怕会有些火爆 当下在对视力眼后 静全部都是放下了修炼 悄悄地跟了上去 当林洞赶到客厅时 正好听见其中传来的一些笑谈声 旋即他便是踏门而入 目光在客厅内一扫 客厅内有着不少人 除了林任天林孝等人外 那先前被狼狈撵走的林峰等人 也是站在其中 而他们在见到林洞进来时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冷笑之色 林洞的目光只是扫了林峰几人一眼 然后便是顿在了 他们身前座位上的两人 这两人一男一女 男子看上去大约二十四五 身材高壮 模样也是略显英俊 一身滑衣 但是显得气质不凡 女子身着白色衣裙 容貌轻力动人 最让人惊异的是 此女的双眼竟然是 有一对众童 众童边缘蓝光流逸 看上去极为的摇曳 场中的年轻一辈中 只有着这两人 让着林洞心头微微一灵 在林洞观测着这两人时 后这两人同样是将目光 投射在了她的身体上 那男子微微挑眉 嘴角挂着一抹不知意味的笑容 而那白衣女子 眉目中则是闪过 一抹轻挑的亚裔之色 这两人应该便是林侠姐所说的 林辰和林可儿了 林洞心中闪过这道念头 而后便是走进可厅 对着守卫上的林振天 恭敬地行礼个礼 东儿 这位是此次林氏宗族的领队 说起来 你还得叫一声 涛老先生 见到林洞进来 林振天也是指着身旁的一位灰衣老者 笑着道 小子见过涛老先生 林洞看了一眼 那位灰衣老者 眼神微微一灵 这位涛老先生的实力 恐怕都已经达到了 圆丹静大圆满的藏赐 这林氏宗族的实力 果然不可小觑 光是一个领队 便是拥有着这一般实力 呵呵呵 果然是一表人才 看来两年后的族会 你的心愿 也是能够完成了 那位涛老先生 看了看林洞 笑着道 涛老 族会可不是看人 是否长得好看 就能通过的 听到涛老先生这话 那位坐在白衣女子身旁的男子 不由地微微一笑 道 闻言 那涛老先生 似也是有点尴尬 无奈地瞪了那位男子一眼 然后目光转向林振天 道 老友 这次前往古墓府 你便是 想让我将林洞也带上吗 嗯 林洞是颗好苗子 经历磨练 对他有着好处 这一次 还望你能够多多照料 林振天恳切地道 涛老先生沉引了片刻 终于是点了眼头 说道 也罢 既然你都开口了 那我会尽全力地 照顾一下他的安全 多谢老友 见到他点头答应 林振天顿时大喜 确实全然没有看见 林同那郁闷的目光 等等 林振天道谢声音刚刚传出 突然有着一道声音 又是不合时宜地响起 那他老先生眉头微皱 看下那开口的男子 无奈地道 林晨 你又怎么了 陶老 此次古墓府之行 可是相当的重要 随意加人的话 万一到时候成了拖累 等回去后 长老们问起 这如何交代 林晨笑了笑 说道 这个还请放心 以林同的实力 倒还不至于拖后腿 林振天忙笑道 嗯 林振天老先生 这些事情光用嘴说 可是没什么用的 想跟着去捡点便宜 总归也是得拿点本事出来 林晨的头对着林栋 杨凉下巴笑隐隐地道 你说是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 其他人也是明白了过来 这林晨显然也是有些挑衅的意思 而在其身后 那林峰四人 也是没露讥讽之色 而林振天等人 也是面色有点难看 林霞等人 也是看不惯 这家伙的跋扈态度 当下眉头便是一束 那客厅之外 早已经围过来的林家小辈 更是满脸怒息 你想如何 身为当事人的林栋 倒是显得颇为平静 与我交手一场 挡得下我十回合 我便给你这个资格 林晨站起身来 淡淡地倒 林栋起身 静止对着客厅之外走去 你若胜我 此事只字不提 我便给你